所以刚才 其实我们两位律师在分析了 这整个案件 不管是从劳动仲裁 包括一审二审 出现一些问题 包括可能你心里放不下的一些结 问题出在哪 那是不是这个官司 我们往后面就不能去继续了呢 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手段 可以保障我们的劳动权益呢 我们两位律师接下来给你做解答 好吗 来 说身边案例 您法例 请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那么首先根据女士 今天来到现场的诉求 我们首先从程序上来讲 你申请再审 现在应该是属于 在合法的期限内 你有权利来提出再审的请求 但是如果再审的请求提出的时候 仅仅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些证据 我客观上觉得 你的希望很渺茫 那么我个人认为 你在这个案件当中 应该找手去准备这么几个事 首先你的劳动合同关系 刚才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听到了 有这么几个时间点 但是在这个几个时间点 虽然发生了一些客观情况的变化 但是我个人认为 你的劳动合同一直是延续的 那么如果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 你发生了拖欠劳动暴主的事 你的诉论时效 从你劳动合同终止解除那一天起 一年你都可以主张 所以你的时效现在都存在 你可以主张 没问题 那么关于你刚才提到的 工资也好 加班费也好 奖金也好 所有的 你首先要证明一个基础 你的工资标准是多少 首先工资标准 法律上首先是对职工和劳资方 直接签订的劳动合同 有明确约定的按约定 当然这个约定 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不能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一个首选的 你们这案子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那就是工会代表职工 签订的集体劳动合同 如果上面有这个相应的工资标准 这个合同是合法的话 那么也是作为一个工资标准 但是现在你们这也是没有的 那么剩下的怎么办呢 既然合同上没有 那你不能你想给我多少 就给我多少 对吧 那么它有一个标准 那个标准就是同工同酬 既然存在同工同酬 那就有可比较性 否则法律就不会要这个词了 那就一定是有可比较 那一定有同工的行为 有同酬的行为 因为它这个资方也好 用工资它发工资 它一定是按照同工同酬的标准 进行制定的 分几个档次而已 它不可能每一个人我高兴 多给一点少给一点 那是不可能的 案件的通话可就是在于 我是没有同工同酬 那么你要说 给我同工同酬的人的工作 比我高很多 这个举证责任 是谁举证 举证责任在劳资一方 不是咱们 那么明确的法律规定 我告诉你 这个第一个法律规定 那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民主服从证据的第六条 第二个就是这个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规定的非常清晰 用人单位减少劳动 报重发出争议的 由这个用人单位 承担举证责任 今天各位老师 其实给了你很多建议 如果你觉得 我还是要去争取我的权益 我们的律师刚才也说了 有哪些是你可以争取的 我们可以走下去 但是我们特别希望 我们人要往前走 往前看 不要钻牛角尖 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